你 嫁给我吧 不是 你 你这是干吗呀 答应我吧 你 你 你先起来 我要你答应我 好了没有啊 你耐心点吗 我都快睡着了 不许偷看啊 您把我裹得跟粽子似的 我怎么看啊 这眼睛 眼睛都蒙上了 睁不开 好了好了 你不太耐心 现在呢 你看了吧 怎么样 今天是我们正式交往一半天 这你都记人了 那当然 你个无聊电视剧里学的 可是 这总算惊喜 不成计讶了吧 不成计计 嫁给我吧 不是 你 你这是干吗呀 答应我吧 你 你 你先起来 我 我要你答应我 我 我 我先回家了 冷山 来 哎 怎么样 快坐下吃饭吧 小姑她到底怎么了 是不是病了 晚了晚了 哥 我不吃了先走了 啊 小姑 这个面包给你 自己吃吧 吃完了赶紧上学去啊 老爸 小姑她怎么了 小姑她怎么了 快告诉我 你小姑最近工作忙 压力比较大 心幸福太好 一定是被领导给骂了 看来啊 做员工还真是辛苦 还是做领导比较好 为什么 为什么大伟的都是我 大伟 你为什么偏偏跳这个时候 向我求婚 天佑 你到底是谁的孩子 如果你不是我们能家的骨肉 那我的人生 不就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吗 我该怎么办呢 你怎么办呢 蔡永航 你的饭做好了没有啊 我都快饿死了 蔡永航 小祖宗 你别动啊 坐坐坐 当天动了胎气 你又想着宝宝了是吧 我们不是已经约法三章了吗 第一条什么来着 我怎么能忘呢 我排第三 你排第 不是 宝宝排第二 你排第一 行了吧 得了吧 网上都说了 你们男人啊 就是一天的王子 十个月的奴才 一辈子的皇上 我们女人呢 是一天的公主 十个月的皇后 一辈子的奴隶 我看到你现在这样子 就想到我以后 做一辈子奴隶的悲催生活 霍总统 你又多想了 要不这样 我给你立个保证 豆豆是这个房子里的 一辈子的公主 行了吧 你多了吧 赶紧做饭去吧 好 那你吃这个 快点 你就是 一辈子 走 一辈子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你干吗呢 我不进行胎教呢吗 胎教 他连耳朵都没长 你现在胎教也太早了吧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了 我就是说你刚才把耳机放在我肚子上 我肚子痒痒 好了好了 你找本书给我看吧 好啊 想看什么书 开校的 哪个阶段的 新作书 好啊 你要算一算 我们这孩子预产期应该在十月份 这十月份应该是什么行作 天平座 是不是 黄露露 老山 你看 你怎么喝这么多呀 你别用我烦你 苏柔 都怪你 怪我呀 要不然你搬走 吴大伟也不会住下来 行行行 可我现在都不想回去了 也不想见到他们每一个人 那边的人我谁都不想见 好了好了 行了行了 进去说进去说 走走走 走 走 走走 怎么喝这么多呀 慢点慢点慢点 走走走 来行行行行 等我等我等我 老山把水给你放这儿了 行行行 放这儿吧 你先出去吧 先出去吧 我跟他聊天 今天才你出去吧 来来来 小心啊 来来来 跟我说说 你怎么了 吴大伟 想我去活了 那你哭个屁呀 你应该高兴才对吧 你别告诉我 你这是喜极而泣啊 吴大伟 我终于理解你的心情了 你怀孕了 大家都替你高兴了 可是你却不高兴 现在吴大伟要向我求婚 大家都以为是我冷山的 是我冷山的机会到了 可是我却一点也高兴不起了 好了好了好了 行了行了行了 我说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 吴大伟多好一男人啊 典型就是一个高富帅的代言人 那蔡永豪还是富二代呢 你不照样不想给他生儿子呢 我和你可不一样啊 蔡永豪当初向我求婚的时候 我可不像你这样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现在这样就像得了婚姻恐惧症似的 是 我恐惧结婚 对 你恐惧生孩子 你怎么什么都恐惧啊 冷山 我恐惧孩子呢 是因为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他就来了 可是你呢 你都多大了 你还恐惧结婚哪 难道 我多大岁数 行行行行 那我问你 你到现在还没做好结婚的准备吗 再说了 我生完孩子我就得带孩子 我这一带孩子三五年的时间就过去了 你说我现在可是女人一生当中最好的青春年华 我可不想就这么浪费了 说到生养孩子你应该敢出最深吧 你当初戴天佑吃了多少苦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前几年不是还像祥林嫂一样常常念叨着吗 我不是像 我就是 没有 我养了天佑的十几年 我才知道 我才知道 是个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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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骗局啊 天佑怎么成骗局了 这关天佑什么事啊 天哪 难道是 她现在还在我家睡着呢 她们俩不是闺蜜吗 她正抱着豆豆在我床上呢 豆豆开始怀孕了 冷山那满山酒气的我很担心啊 好 我知道了 我马上去接 好 那谢谢你 豆豆 好了好了好了 豆豆 好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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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甭管了回去吧 慢走啊 豆豆 好 干什么 我把油子在外面这么凉 回去吧 哎呀